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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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9日 是期止结算日 明天还有一日市之后 接着就会有一个长的周末 因此很多人会做事 始终都会有提早去处理一下 昨天的市是大升 低位升上来 原因就是内地方面 对于防疫的隔离措施 是宽限了 即是缩短了的时间 因此就是大升 但是我在今天的文章里面都讲到 这个升有件事是大家要留心的 所以我们下人的机会 是一份的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